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它里面有卖那个四川的串串香 然后卖包子 然后我现在是在Scott家 然后他们两个现在去Scott和Lucy他们俩去健身了 因为他们10月份结婚 所以他们要这个现在要保持身材 然后他们今天本来给我做饭 我说不要不要 我说我真的吃了好多这个中餐 我这个pregnancy crave这个还是中餐比较好吃 他们家能看了这个中国的这个CCTV四台 中国国际频道 然后正在讲什么传菜啊什么的 所以就一边吃着天津的煎饼锅子 一边看这个天津 这个传菜我觉得特别棒 这个今天去 今天去了China Town 然后就突然看到那么多好吃的 然后就觉得什么都想买 然后什么都想吃 就是再加上我爸妈这个月底来嘛 所以就特别的 好像特别的想念中国 对 今天天气真的超好 好到就是我在地铁里都热都不行了 然后现在突然下雨了 我刚刚一直在说China Town的好吃的 其实我今天呢这个 从那个火车站出来之后呢 我就去了Oxford Street 然后就在 因为我主要是想去Muji和Uniqlo买点这种舒服的衣服 然后去完之后呢 我就从那边一直走到China Town 就中间就穿过SOHO一些各种诱人的甜品店 然后我也之前跟大家说了 其实我在早期怀孕期间 对这种咖啡茶啊 这种dairy啊 然后这种cake完全都没有兴趣 看到了就觉得 现在就是看到了就真非常想吃craving 然后我今天看到了一个 好像是叫Wonder吧 哪条街啊 我会写在这里的 有一个叫做Let Go Letto的一个甜品店 就是真的你从那走过 就是你从那走过 你就不太可能能够ignore那个店 因为它那个大玻璃里面的一些甜点 真的是cake heaven 然后我进去之后呢 我真的是选择这样 我不知道该点什么 最后呢 我点了一个这个coconut layer cake 我准备一会儿让我的这个煎米果子 先销缓一下 我准备来吃一吃 哦 然后我还有去到 它这家店旁边呢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 这个 这个我有他们家的这个cookbook 但是我还从来没有进他们家的店 当时进了之后 我觉得可能这个从它的presentation来说 不如刚刚那个letto那家 但是呢 因为它的名气嘛 所以我也买了三个 买了三个cupcake 一个是red velvet 一个是salted caramel 还有一个是coconut 这是我的这个coconut layer cake 我实在是烂洗盘子 所以我就准备这样吃了 有点那种 好像是慕斯 然后什么那种 千层慕斯蛋糕的感觉 但是比较多的这个coconut 而且它这个 每一层当中呢 会有一些那种 让你意外的那些nuts 坚果 它这一块呢 比较贵 大概是五磅五 但是它确实是比普通 你买到的可以给它 稍微大一些 但是真的非常值 因为真的很好吃 入口即化 而且没有那么腻 对吧 太棒了 这个 我觉得我刚从伦敦回来 超累的 旅途奔波 好像觉得我这个vlog 跟大家这个 突然在伦敦 跟大家说了一堆吃 好像 好像之前 也没有跟大家聊太多 这次去伦敦的 这个原因 所以我想说 就在这结束的时候 跟大家随便下聊几句 因为我确实觉得 也蛮想分享一下 那么我这次呢 是因为 我们这个 跟爸妈八月份 准备去欧洲玩 所以说这次 去伦敦是办那个 神根签证 因为我们这次 主要是以法国为主 所以我办的是 法国的神根签证 对 因为 我没有去过法国 所以 第一次办 特别 小心翼翼的 在网上填表啊 这个 各种打电话呀 就准备了非常非常多材料 那工作人员吧 我感觉他也有点 稀里糊涂的 好像 就是 他看了我所有的材料 然后呢 这个 他就是 就准备 好像就要递交了 信封都拿出来 把我所有的东西 材料都放在 那个 他那个打信封里面 突然他看到 那个 Gavin的护照 然后他才意识到 哦 原来 原来 这个Gavin是 这个英国公民 然后呢 这时候他才意识到 我的这个 签证的这个 申请的类型 搞错了 其实我当时 也 我也不知道 我可能也比较稀里糊涂吧 然后我当时签的时候是 我申请的时候是 以为是 我是按照 就是普通的旅游签证 去 这个申请的 然后呢 结果呢 我应该是申请的是 欧盟配偶签证 然后他重新给我 再go through一下 我的材料 这时候呢 就把我的这个 订的 酒店 不需要了 火车票 不需要了 我订的欧洲之星 还有就是 呃 银行 流水单 不需要了 什么什么 公的证明 不需要了 他就是 好多都不要了 然后最后就是 收上去的东西就很少了 啊 就觉得当时确实是准备 非常非常多东西 然后再加上 可能我签的时候 特别多人 然后在门口 因为我当时排的时候 他这个签证就 好像就 不是排得特别快 好像这个预约 就预约了很后面 然后呢 你到那的时候 也是人 从 他这个签证中心 外面开始排 排到里面 到里面之后呢 然后等着叫号 那简直就是人多的 我都觉得我 就是 就 就看不到希望了 你知道吗 让我想起当年在 中国 在北京 排那个 美国签证 似的 那时候在美国 读书的时候 就 我跟那个 在美国的凡凡 我们两个人去 那个大使馆 去续那个 美国签证嘛 然后 不过好在是两个人 所以一块聊聊天啊 就过去了 而且特别有意思 周围好像 因为都站着排队嘛 就慢慢往前排 所以好像周围的人都聊天 觉得那个气氛特别好 但是这次就我自己 超无聊的 好在我带了本书 因为里面也不能 要用手机 对 就一直在看书 然后你在等那个 去跟工作人 就是去 在看你材料的 之前就排非常久 然后搞完这个之后 你又去交费 要排队 然后印那个 指纹那些 录指纹 也要排队 我觉得我整个过程 最初他跟我说 大概最多两个小时 但是我觉得 我在里面 至少待了三个多小时 就觉得特别特别 漫长的一个等待 对 所以有点累了 就是 因为我今天弄了 那完了之后 我就坐火车回来了 我开始呢 最初的时候 我以为我可以 当天去当天回的 不过好在呢 这个 我还是最后计划的是 头天去第二天回来 我觉得 我这个绝对是太明智了 我当天去当天回 我觉得我还不太吃得消 虽然说我现在肚子 没有特别明显 走路 我觉得我完全 因为我当时 昨天逛的时候 去这个纽津街啦 包括今天签证完了之后 我在那个 Kensington High Street 上面逛了一些 逛了一个特别棒的 那个儿童店 买了给Spencer 我买鞋什么的 虽然我就是 就是什么赶地铁啊 这些的 我完全不觉得 自己怀孕了 我就都忘记了 但是 就毕竟 我觉得这样奔波 还是挺累的 尤其是 尤其是坐火车 坐火了 就超累的 所以我现在 整个人都已经快 就累到不行了 对 所以 对啊 就跟大家这个 catch up一下 这个说说 这个 反国签证的一些 这个 对啊 一些感想吧 所以说 但是还是比较顺利了 对